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我们无论是在供应链 整车制造 消费市场 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顶级 这正是因为我们在电车领域 拥有技术优势 但很多小伙伴不清楚 到底有哪些核心科技 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电动汽车最关键的技术 就是三电系统 电池 电机 电控 电池占整车成本的40%左右 谁掌握了电池资源和技术 在整个行业里就更有话语权 在动力电池领域 我们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在2020年实现了创新突破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 和宁德时代的CTB技术 也就是将电池 直接集成到电池包的技术方案 不仅让安全性能 本来就具有明显优势的 磷酸铁理电池包 能量密度大幅提升 还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 说了电池技术 在擦电混动技术领域 动力更强 油耗更低的比亚迪DMI超级混动 已经把入行最早的 丰田等国外竞争对手 狠狠地甩在了身后 在国内还有长安的ID混动 长城的柠檬咖啡DHT混动等等 在这个领域 国产品牌的整体实力 已经占在了全球第一梯队 在燃油车向智能电车转型的初期 插电混动是从油到电 完美的过渡品 在培养车主新的消费习惯上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比亚迪销量的连续霸榜 充分说明了插电混动 已经成为最被大众接受的 新能源汽车 尽管平均等车时间 在四个月以上 仍然一车能求 销量完全取决于产能 在这张电动汽车全景产业途中 无论是哪个细分领域 国内的企业份额 已经远超国外品牌 正是有了这些生根技术多年的企业 我们才拥有强大的产业自信 但未来有一天 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 在全世界霸榜的时候 这都是来自现在 每一位新能源汽车车主 用真金白银做出的贡献